大家好,我好像有幾個月都沒有買Hermes 我為了一件產品,然後搞了一堆產品 但我覺得我是手臣好的 大家都知道Hermes那些產品沒有尺寸,不是買就買 但那天我竟然看到的產品都是有馬,所以就做了這個購物 如果大家興趣我買了什麼,就看下去吧 我們先來第一個產品,我先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這個產品是最小的產品,就演化了那堆產品 我們先看看這個產品是什麼 這個產品都是因為你,弄到我這樣 如果不是因為你,就不會這樣 這個產品是他的Small Leather Goods 這個我之前都問了SA兩次,終於有了 很漂亮,就是他的卡住,就是Kalfi的DUO 裡面還有這個位置 因為Kalfi的對面就是大概同樣把這個購物 DUO還有這個位置 所以你放卡的時候,就可以這樣蓋住它 不怕你一打開的時候,東西會掉 這個是他們的新色,0L色即如雲灰新色 我自己都很喜歡灰色,所以SA找到這個顏色給我的時候 我就想要啊,我要啊,我要啊 這個我很好奇究竟是好不好用 跟Chanel Small Leather Goods來比較的話 這個好用一點,還是他們好用一點? 當然啦,我都會找完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但就是因為他就搞了那些東西出來 如果你有追蹤我的IG,I am HUB ME的話 你應該知道這包東西裡面是什麼,是衣服 話說就是搞了這個東西之後 SA就問我,我們回到一些藍裝 都有些好東西,我看不看 有些好東西就看吧 他就強烈推介這一件給我的 我呢,我呢,穿完之後呢 我都覺得漂亮啊,壞鬼 就是這一件,kind of,豆沙粉紅色 豆沙粉紅色的一件,有毛的拉鍊 還有這件,尺寸的物體,而且這裡是有兩個袋子 還有我看到這兩條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它的設計非常好 因為將這兩條東西收進這裏 有時大風吹的時候,那兩條東西不會放在後面 然後另外它的布料也有不同的 structure 變成這一塊再有質感,是不同的顏色 變成有一個層次感,就不會整件都在那個顏色那麼黏 後面就是同一個顏色,肩膀的位置不同 前面就在袋子那裡,就會做了不同的布料 這件穿上去非常之舒服 然後很薄,我會把照片放在旁邊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我的袋子是比較長一點的 因為始終是藍妝,我之前買衛衣的時候要改短袋子 但這次我是沒有改,為什麼呢? 因為SA跟我說這件改短了真的不好看 因為袋子這一塊是有布料在這裡 如果你改短了,把這一塊縮了上去的話 看起來就不太平衡了,整件事 這裡可以短了很多,所以就不好看 反而有少許過尺寸,容懶的感覺也是OK的 再不是就好像我平時,蓄上去也是OK的 所以後來聽完之後就覺得不改好一點 因為我不想補充了它的設計 而且袋子也不太長,只是小小的 我覺得有時候冬冬冬時,我都很享受這個袋子長一點 可以搖水袋,很不錯的 而且我這件是超滿意,因為它不是太厚 也不是太薄身,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穿得到 而且這個顏色我自己很喜歡,我自己也沒有 我多數是黑色的衛衣,我覺得都有點悶 有時候都想有少許顏色,但不要太飽 所以這件也是一個nice choice 這件是藍妝,所以我是穿細馬的 如果你不喜歡這顏色,它有深藍色,所以就看你個人喜好 攪完卡住,再攪上衣服之後 SA就問我,我們有些筋,都很搶手 會不會都有興趣看呢? 當然有,而且我覺得是很划算的 我有兩條,是划算的,大家要打醒12分精神 這些不是經常遇到 Mansay就跟我說,因為它們的產品遲了 所以現在是夏季和夏季時,它們有 但這些都是很搶手,用來做禮物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記得自己去撞 我先開了這個 這兩個by the way,我是買來遲些做禮物的 我未決定在I am Hukme那裡做 還是Hukme Luxury那裡做 可能一邊一個,但我未想的 我通常看到禮物就先買了 因為無論Chanel,Hermes也好,都是難買的 所以我不想因為到時要做禮物或想做禮物的時候 時間太趕了,或者買不對 所以我通常逛街,我一看到就先買了 我覺得這個很划算 它的100%的Cashmere Gun,Baby 當然不是很大條,但我覺得nice enough 我怕我攤開了才不會再買 但不要緊,你不會怪我 你收到當作是個人觸碼 它是這樣的 我特地選了MORE是它的品牌的顏色 我覺得比較興奮,因為這些都會是秋冬用 不要選太暗沉的 我覺得這個很忠誠,無論你是男士還是女士都可以用 而且它不太大噴,所以不太大噴的時候 你用的時候就不會一塊 因為未必每個人都喜歡一塊 你可能喜歡一些很瀟灑的 或者甚至乎你不圍圈的 你做一個點綴在這裏 例如你穿件外套的時候 你穿著在裏面 真的穿著在裏面 穿著在裏面 保護頸暖和有一個pup color 都是nice的 其中一條就是這一條 很漂亮 而且這個 為什麼我會說它很划算呢? 它這款100% Cashmere 3100元 當然3100元買到很多其他產品 我不是說3100元很便宜 但我們說Hermes開箱 那些產品不止3100元 這個卡住也要4300元 所以如果100%Cashmere 因為Cashmere都是比較貴的物料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一聽到它3100元的時候 雙眼放過 立刻要選兩條先 說不到話 立刻要選兩條先 因為我不知道這麼划算的東西 在他們的店舖 不是比其他品牌或其他店舖 但在他們的店舖 這東西叫做划算的 因為如果Tuli要兩千多元的時候 一條頸巾三千一元 是否一條頸巾三千一元 在他們的品牌上說 所以我就說大家要打聲十二分精神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要自己去撞 接著我們進行第二頸巾三千 我們進行第二頸巾三千 但我想我會在冬天和冬天才做 因為如果太早 我怕你收完後都忘記用 我們要選一些適合時間 我都說了 我選了他們的顏色 又是有些橙色的 這個也很漂亮 我現在自己看看我都有點笑 但放心 我說了會做Give-A-Way就會做 我不會留給自己的 這個我買來都是做Give-A-Way的 但真的很滑和舒服 這邊會是墨橙色 然後反過來會有一個Earth tone比較多 看來那天是想吹還是不吹 但我覺得這個是超級好 我自己很喜歡Cashmere的物料 因為我的皮膚實在太麻煩 如果是霧或羊毛 我有時都會不行 我會很癢 所以我自己用都會用Cashmere 當然送給你們都是想送些很友善的東西給大家 所以這個我都很開心 有時買禮物更開心 我這條有拍拖進去 有時買禮物更開心 買給自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就有 買完禮物給別人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 我買完禮物給別人 很想 無論那個人生日是什麼時候 很想翌日就給他 然後看著他拆 我不管他三生日 我就說拆 所以買禮物很興奮 然後這個就給自己 這個我不是用的 但我很喜歡它的圖 我買了一層 剛好它又有一條 所以我買了回來 遲些會表起它 放在房子裡 當作一個畫 我覺得都很漂亮 就是這個 它們的絲巾 但很漂亮 我覺得就算用也很漂亮 我覺得就算用也很漂亮 你們怎麼看到 我先退後一點 這個圖案 好像有個女巫坐著馬 又有兔子 又有其他動物 但中間那個 我不知道是否是女巫 它拿著自拍相機 我一直以為是拿著自拍相機 但原來是拿著自拍相機 很幽默 它是黑色底 我記得它是有不同顏色的底 但是我去到的時候 連SA都叫我 你不要想了 這個我買來吵 很少叫我買來吵 因為它都知道我比較實際 我喜歡的東西是用的 但當然它又覺得這麼熱賣的東西 我又比我剛好遇到 就是叫我吵 我覺得吵也無所謂 甚至乎我會研究一下 我自己會不會用得到 因為這個筋比較薄 大家知道我不是很怕冷 所以我比較少用到這類型的絲巾 但我覺得剛才Pierre 好像我所說 表起來放在家裡也很漂亮 當作一幅畫 很不錯 而且有點像Alice in Wonderland的感覺 最後一件東西 不是袋子 是鞋 我終於買到它們的波鞋 我都說了 其實不單是Chanel的東西難買 Hermes的東西都難買的 因為它那些東西 要是沒有那個顏色 要是沒有那個尺寸 鞋我不知道看了多少千 多少百雙 但很多時候都是沒有我買的 沒有緣分 沒有辦法 所以有時候在Hermes買東西 是要很佛系 我買了這雙 不是很新潮的東西 但我覺得一樣我會很喜歡的東西 如果大家去他們店舖都會見過這雙鞋 有男裝有女裝 我這個應該是女裝 I'm not too sure 是39號半 比我平時穿的大半好 因為它這個頭很佔 而我39號半穿上去是剛剛好 有一點類似Balenciaga的Sneakers 我之前也有說過 那個很舒服 我看到樣子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也應該很舒服 然後它還有一些Touchure 它不是一個Monotone 這裡有一條黑邊 有點黑白的 但這裡有放少許橙 跟著肘也是比較厚 有波浪紋 我在店舖試過上腳 都是覺得很舒服 我很興奮跟大家購買完之後 我就馬上會穿上街 不下雨那天我就會穿上街 然後我會回報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那麼好穿 很快就跟大家分享完畢 我想問一問大家一個問題 讓我知道你是看到最後 如果你都喜歡Hermes的話 究竟有沒有想在Hermes買的 無論是衣服鞋子或手袋 當然也可以 留言下面 我喜歡八卦看看你們的想法 是怎樣的 我等你們的答案 我們現在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